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是觉得还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这个咱们也是可以回头再说 咱们先说说这个文学 文学 文学 阿里克谢耶维奇得奖 你觉得这次就说诺贝尔这一得奖 图悠悠包括图悠悠这一得奖 首先这个朋友圈里传起一个什么呢 就国籍问题 你发现没有还真的挺复杂 就是比如个个别的国内的报刊呢 他报道的时候就是说 说这个图悠悠啊 是第二个中国籍的人得的诺贝尔奖 说第一个是莫言 好 好后来人们就有很多意见 但是后来你一发现这问题还真不简单 从赛珍珠开始到这个杨振宁李振道 这个就说他们得的时候都是什么国籍 你最后就发现这玩意挺复杂 这我还不知道赛珍珠得的时候是什么国籍 我听到的说法之一是赛珍珠既是中国国籍 又是美国国籍 他可能是中华民国吧 但是呢就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华民国国不承认 中华民国全是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 因为他是从小在这长大的嘛 对吧 赛珍珠 对 传交式的后代 他得奖的时候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 那个时候有人民日报吗 有呀 赛珍珠啊 赛珠啊 就是那个大地啊 大地 那是几几年呢 对 那我不知道 人民日报发了 反正我看过人民日报啊 批赛珍珠的文章 那就是补着批 也可能是 那可能是 如果讲以后过三年 或者又批上了 这个事 哎呦 这真是 那这个 这次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 得了这个奖 我这糊涂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 得了这次的文章 白俄罗斯的吧 白俄罗斯的 他是男的女的 女的 他这名字怎么听着像男人呢 不是 他这是他的姓 他的名字是 Svetna 我不是 这俄文 应该怎么 斯维特那 那个像女的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 是他的 父名 父名 是他的姓 姓 但是西方一提这个人 不是就简称姓吗 他这个是 父亲和母亲 有一方是白俄罗斯 有一方是乌克兰 但是他这个女的 他本人认为 自己是苏联作家 因为他觉得 他是在苏联的这个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 而且他写的东西 他写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 照我看 都跟这个苏联的历史情节有关系 我反正唯一的看过一点的 就是他20年前就已经出版 就译成中文 那真是苏联的事 就是这个 叫什么呀 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这本书 他就是采访了 很多这个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 对 然后写成了一本 然后最新 他据说他最新写的叫 二手年代 还二手时代 写的就是从这个 前苏联解体 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 对 王老师 你说他这种啊 让我们这个 新闻记者欢欣鼓舞 感觉我们能得 诺贝尔文学奖 他是一种新闻计时 的一种写法 是是是 第一次 他就所谓非虚构文学 这个他 他有时候有一点矛盾 因为文学 跟新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虚构 但是又有非虚构文学 这个现在也挺 也挺欢 是 我记得 中国的报告文学 对 对 外国像那个 他也有 就是做这种 比较如实的写 是不是有个叫 罗素 有没有得过 罗素 那个哲学奖 哲学奖 他好像还真是得过 但是因为他的 是得的和平奖 还是文学奖呢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二战当中英国的那个领袖 叫什么名来着 朱吉尔 朱吉尔得的是不是文学 得的文学奖 也是非虚构 当然是非虚构 他不是写的 不是小说 也不是编的电影 也不是话剧 西方这个虚虚构啊 是一个巨无霸 是一个特别大的类型 它里面的就是说除了这种 像这个阿雷克西维奇 它是口述史 它真的是 比如说它这个 什么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核电站的这个 它是真的是第一 所有采访人口录 怎么说的 我谁谁谁 就一个一个人 比如豆文汤 就一段 我讲我的故事 王老师讲一个故事 还有一类的非虚构 跟小说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个在 比如说在美国 它在60年代以后 有一大批名家 它完全用的是小说的手法 但是它不是虚构的 它就是说 它是根据 比如案件 最有名的这个冷血 这部书特别厚一个 完全像小说一样 是真实的案件 所有的事实 都是有本的 但是它写的时候 有这个人物 心理 故事情节 悬案 可能有点发挥 有点发挥 有点发挥 但是它有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质疑 比如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非虚构的一个 大家 就波兰的一个记者 叫Kabczynski 后来他死后以后 就很多人质疑他 甚至生前就指引他 说他编的 比如他写这个海尔赛拉西 他的这个很多这个采访 这个人呢 人物的名字呢 都是用简称 没有 后来你看 这些人说话 怎么都一个风格的 然后最后呢 很多人就说 他其实呢 是一个预言式的 非虚构的 他用了很多 他们当年波兰王宫里边的 这个宫廷卫视的 语言风格 把他写成了 海尔赛拉西宫廷的人的这个记录 但是他已经高度的浓缩了 这个原来的这个事实之后呢 其实他读起来像 所以很多人说 他像个这个魔幻小说 像什么这些 马尔克斯啊 什么拉斯这些人 都特别佩服这个 就是说他是 他打破了一些界限 美国那个 有一个作家 现在死了吧 那个杜鲁门卡伯特呀 我刚才说的冷血 就是他写的 就是他写的 就是60年才的 他的有一些 非虚构的作品 因为他虚构作品 我也看过 我非常喜欢 是 他是怕越来 杜鲁门卡伯特 那他写一个谋杀案 就是这个冷血 Code Plot 对 所以那个 就说 这个他有他吸引人的地方 就跟电影似的 有的电影似的 有的电影似的 这就是根据某一个案件 对 拍的电影 那个他也叫做 但是你比如说 这种非虚构的文学奖 是 那他的文学标准是什么呢 不 他写的比别人好呗 这事啊 他语言好 结构好 是吧 思想好 我我对这个吧 倒觉得 像阿雷克谢这个 就是说他写的也是比较尖锐 比较刺激 是不是 他的这个取材都很极端呀 你想这战争 像这个核电站这些人 核电站的大事 你看那些故事都很 都很刺激呀 而且我 我看过一段 我觉得是靠点谱 就是他还真不光是一个一般性的记者 他这个里面有某种类似于史实啊 就对历史的认识的那样的一种高度 你比如说你看他一段 他就讲今天的这个俄罗斯人啊 这个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变迁的一些感受 你比如他就会有那样的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就说这个有些俄罗斯人就看不惯了 说是好像这个一改革了以后啊 那些寡头们 就是富人们有钱了 然后他就采访一个俄罗斯的人说 那个人说是 我知道他们赢了 可是为什么天天让我们在电视上看他们的生活 说我们俄罗斯人总要有一点崇高的东西 可以向往 是吧 生活差 灵魂才有空间 可是现在为什么是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子 等等 你看他他是里边渗透出一些他的认识 这个咱们也能理解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现在就爱看纸罪金迷 是是是 那么就爱看富人的 爱看纸罪金迷的也有 一边看一边发火 一边骂的 一边这个甚至于 对我们说的所谓的毛粉 这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说还是过去那时候 我们虽然清贫 但是我们那时候更平等 我们更有悠闲 现在你看这个 这些全是贪腐 都很堕落 这不是一样吗 所以而且我就觉得就是 我有一个不靠谱的猜想 就是过去咱们讲这个诺贝尔 尤其这些年经常觉得 诺贝尔是不是有政治性 好像憋着就跟哪个国家为难 有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猜测 我现在就看这个阿里克西耶维奇里边 我就觉得 他们有种道德性 会不会是 就是说他这个评委 当然 这个你的道德不一定是我的道德 他就是按照他的那个道德观来说 你比如他凭这个阿里克西耶维奇 我就认为他有没有一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那么多的人 这个灾难造成了这么多的人的死亡 当年前苏联政府的这种隐瞒 触目惊心 他实际上他这个评委 有一种他的道德的考虑 你这么一说吧 我倒想起来 王老师有一个 我当时就就好多年前 王老师说的 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取向 我觉得很很有见地 就是王老师 我记得是说 说诺贝尔文学奖历年的这个选 选择呢 有一个 有一个模式好像 就是说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呢 呃 倾向于选那些异议作家 就是持不同正念者啊 然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呢 倾向于选左翼作家 这左派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 我理解啊 那资本主义国家 咱们就说 主要是偏右的 资本嘛 对吧 资本社会 那么左翼呢 实际上是他的反对派 他是批判他那个资本权利的 那么是他的一个 实际上也是等于他的对立派吧 嗯 那社会主义国家呢 其实是左翼革命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异议作家呢 往往是偏右的 或者是 不管他偏不偏右 他是批评这个 这边的一个主流权利的 再加上 比如说 社会主义国家里边的 有一些专制国家 比如说 那么他也是 对 跟这个专制对立的 嗯 所以这种 你我回头一看 我觉得 这个选择还真有点靠谱 以前我觉得 哦 那不是正好是政治化吗 现在我觉得 这他也有他的道理 这个诺贝尔 文学奖 他的政治的基础也是有的 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还是体现的是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念 特别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的这几个国家经常执政的呢 都是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 就是都是这这些 具体的文学上呢 他们就是喜欢呢 就是要想办法跟这个俗人的见解 跟这个 又又我这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 他他喜欢这种反潮流的态度 嗯 比如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 他是不管他是讲那个逃跑的 普宁 是吧 讲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日瓦格医生的 他叫什么来着 斯特 什么帕斯特尼 帕斯基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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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有这种倾向 非常的明显 嗯 这个 西方国家 他讲这两种 一种是左翼 比如说意大利的拉夫 葡萄牙的萨玛拉格 那个 德国的海因利西博尔 他都是啊 大骂这个资本体制的 对 而且骂的有说让那个 这个 他本国的人都都觉得很为难 说你又不能不支持他 但是他骂的又太厉害了 尤其是本国的政要 简直就是 就是怎么怎么处理都不合适 他有这个劲 还有一种 他讲 他奖励那个艺术流派上啊 嗯 小众的 不被群众接受 对 比如有一年 讲那个法国的叫西蒙啊 是什么呀 对对对 那就是 没有几个人知道 没人知道 知道他的名字 他就是 反正他是 他要跟你格色一点 他追求格色 他就支持弱势 不论是从政治上的 还是从文艺上的 艺术流派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中国这就不用说了 因为刚才说的国籍问题 嗯 他实际上他讲的第一个华人吧 咱们说 对 是高兴建 高兴建 高兴建呢 我们这呢 这边呢 有很多朋友 都是很 对此很不快的 是吧 也都表达了 这个反对呀 或这个 对这个 他的抨击 甚至于是 甚至于也 还有一些别的措施 撇除其他的啊 就是说 高兴建 他的这个文学水平 能不能够诺贝尔奖 不是 这这东西是 文学水平 你说不起 你各有各的说法啊 所以我就为什么认为 他这个政治标准呢 你也觉得他不无道理 因为文学 他首先是主观的 跟科学不一样 第二 他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而且是各国 各有各的语言的艺术 你弄一个国际奖 一堆 他除了看瑞典文 是什么母语 其他全是外语 翻译过来的 对吧 你怎么能评价呢 所以说呢 有可能他颁了一个奖 最后能够 他能够有 有谱的一个标准 倒是这种 道德政治的标准 道德政治的标准 那个当年 给海因利希伯尔 讲的时候 法兰克福汇报 上边有一个评论 就是说 他的德语 是不及格的 这个海因利希伯尔 他是德的 与其说是文学奖 不若实实道德家讲 对 就这么说的 关于高兴建 我说 这个也有一位汉学家 好像你们这儿 还请过 叫什么来着 德国的 顾斌 他也是 我看他一个 就是高兴建得奖以后 他一个采访 说你认为高兴建 是不是一个伟大作家 他说伟大作家 开玩笑 这是一个 德国的一个汉学家说的 我们这边中文的 很多本身就是作家 那都是私下的评论 的确 有很多是不太以为人 顾斌在 就坐着 我们这儿还说 说那莫言 他最瞧不上了 他也是说 他也是说 对 都瞧不上 现在回头来 还说这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这个呀 我听说 因为我没有认真的 阅读这方面的材料 对不起 对不起 就说他也是 因为他比较激烈 比较刺激 好像白俄罗斯那边 也是说这个 不同的观点的人呢 好像也挺多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我白俄罗斯的 其他的作家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了 刚得奖 我看了一些媒体上 美国的媒体上 报道呢 说就是说 他那个 政府 比如说也 只好表示了一下 庆贺 但是就很勉强 因为他很批评 他那个白俄罗斯的 那个总统 他的书也被禁过 这个 叫什么 鲁卡清科 鲁卡清科 对 他的书也被禁过 所以你看 就是 其实这个 一点都不新鲜 就是说 好多诺贝尔德文学讲的 你看 他都被本国政府啊 往往是禁过 或者说态度暧昧 就连 就说 您最近 王老师给我讲 正在看谁 那个帕穆克的 帕穆克 就是我的名字 叫红 这本书 我还看了一下 那帕穆克 都受审了 现在 就是说 因为他的一些言论 而且他是土耳其的 他是主张 全派 他主张西化 他主张西化 于是呢 他得奖 一开始也是都很高兴 可是慢慢的 就做什么味儿不对 就味儿就不对 没得奖之前 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在得奖 他是06年得奖 05年说要选他的时候 他那之前正好在瑞士 瑞士的媒体 他发表一个言论 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 就土耳其前身 共和国前身 这场对亚美亚人的大屠杀 种族灭绝和库尔德人的屠杀 这事在土耳其没人敢讲 我敢讲 这是一个大屠杀 这完了以后 那国内就简直就疯了 所有的民族主义者 所有的朝野愤怒 然后之后 那年也没通过 第二年呢 他才拿的 拿之前还有这么一个事 就说就审他了 就马上国内就有什么代理律师 什么把他告到法庭上 说他违反了他那个土耳其刑法的多少条 说你污蔑了土耳其 那么审他 审他之后 当中的这个欧盟 马上那边就派人来了 说那时候正好土耳其在申请要加入欧盟的 说这还了得 你们这个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不尊重 可能不能不够条件加入欧盟 派了一个委员会 到那当堂去那记录 看你们怎么审他 这国际压力啊 结果最后审他 只好说那个法庭说的无罪 无罪释放 然后政府方面呢 还最后隔了一年吧 那告他的人又一次告他 而且在告当中还暗杀了一个 一个什么二 就这亚美尼亚人的一个知识分子 说下一个就要刺杀 他这个我就 你看 这就压力非常大 但是某种程度上呢 他符合某些个中国人认为的诺贝尔作家 应该有的这个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也就是当年他们说莫言的 对吧 你看他们讲这帕木克 帕木克反而不是因为写的小说招了什么事 他就是说话 访谈 他招的事全是接受采访 在哪到哪说了点什么大屠杀啊 什么的 然后在国内啊 就闹得翻天覆地 这不是正好 过去有人说莫言 也是说 不是 这个 说莫言是相当的吧 这个得了诺贝尔人学奖啊 在本国啊 反倒待着很困难的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这个帕木克是最新 我最近才知道的 其实这都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十年以前的事 因为他的那个小说写的诀 这咱们再说 日本的大江建 他得了奖以后呢 日本国内要给他发借川龙之借奖 他拒绝接受 然后他的那个住的家 因为我去过他家 他家上已经都去给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来了 给他起了一名叫国贼 国贼 这其实是汉字了 他写的中文了 国贼 最近呢 他有他什么遭遇我不知道 但是这人太伟大了 因为他在前年呢 他是全国在这个朝日新闻上 唯一的发表这个言论的名人 钓鱼岛本来自古就是中国的 他这个有些日本人 对那不不 中国人要给他发奖 中国应该敞开大门 不给发 发一个鲁迅奖什么的 是吗 不不不不 不过啊 就是讲这帕木克啊 这个王老师今天还带了几幅画 我也很想聊聊 就是啊 他这个我的名字叫红里边 他主要是写到一种波斯细密画 就是也是一种伊斯兰艺术 对吧 他是从波斯啊 嗯 发源 对 然后呢 就被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 比如包括地区 比如说这个阿拉伯国家 嗯 比如说这个 这个突缺 突缺雨的国家 对 一直到突缺雨 说突缺雨的地区 比如新疆 有人画西密画也有 然后又感染到印度 嗯 印巴也都有 巴呢 是巴是个伊斯兰 穆斯林的地区 嗯 印度不是穆斯林地区 但他穆斯林也很多 嗯 所以他呢 他那个风味也有点像 嗯 他的某些画人物的像啊 甚至让你看 感到中国画 哎 嗯 你说 你说的太对了 就现在有研究认为啊 就是在这个十几世纪的时候嘛 他就是这个呃 就是中 就是阿拉伯的这个地区吧 嗯 实际上受到了中国传过去的 中国丝绸之路 对 中国那个时候的公笔 对对 中国的公笔画 对他也有影响 而且本来呢 伊斯兰教是不不画偶像 是不拜偶像的 只是 哎 但是你看他里边画的小人 用作插图啊 什么的 他画的小人就说 他画的不是人间 他是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 哎 所以他不允许在里边有透视的关系 不允许有这个三维的感觉 不允许有看不见的角落 这个 这个我到底具体怎么解释啊 因为我还是很外行 但是他画的很好 哎 咱们可以看看 咱们可以在在在在屏幕上看一看 哎 你看 这就是作为插图的 细密画 你再看下一张 哎呦 你说 你说这个是 他这个格局像不像有些中国国画 对 对 就是 而且你看 他没有那个明暗 没有 就因为据说在真主的眼里 都是一样的亮 一样光明 没有死角 哎 你再看 哎呦 这个好 这 这好 他这个姿态 比咱们中国的美人画好 妖柔 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张 这个马 为什么呢 他这个 帕木克的小说里头描写 就说 他们的这个绘画是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就是宗教的领导人所统一掌握的 嗯 要求他们画真主眼中的马 说为这个的话 他们就不止想了多久 但是我觉得他画的是挺好 嗯 这个 这张啊 我我怀疑这个是已经受了西方的影响了 对 包括刚才最后一张 你看基督教里边的有一些画的天使画 也有那点 他这个在 这个大都会专门有过展览啊 很多年前 就是说这个东西方 整个从西欧到到中东到到中国 这种文化史上的交流 从画到音乐到很多东西 最后你发现他都有一些交融 受到包括一些乐器 你看这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其实你发现他是两个一个一种柔和 这个这个画我觉得肯定也是这样 而且他这个就说不同 不同的这个画家的个性啊 是非常微妙的 因为按照他这种记忆啊 他讲究的是呃 你要去掉一切个人的痕迹 就你画这个神圣的画神圣的话吗 是 哎 他特别好玩 他说这个个人风格 一个是受西方画家影响 一个是受中国画影响 因为中国画是文人画 这底下画是我说的 中国画是文人画 文人是喜欢交往自己的个性 对 但是他的画呢 带有一种啊 献给神 宗教献给自己的信仰的这种性质 因此不需要你个人 对 你个人干什么呢 是不是 你大家 你所画的 你是按照神的意志 对不对 是按照 甚至你要中国这个高谷的东西 比如说青铜器上的 他不讲究你有任何个人的痕迹 因为他是献给神器 对 所以就算你 你注意人性 你必然就会有个人风格 对 但是你注意神性 而且我认为人性当中 应该说也包含着神性 我认为人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